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两位国防部长大谈台湾 要出大事了吗 时间是11月22号在柬埔寨双边举行会谈 大家看到一个长桌子 美国部长Austin 我们看到他的一排人 大陆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这边也是各做一排中美的国旗 这是两人今年第二次的面对面会谈90分钟 但这也是裴洛西在8月访台之后的第一次碰面 在碰面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稿 今天大家看到各大媒体用非常大的篇幅在报道这个 可能你看他的声明稿觉得好无聊 就是照片宣科 但我跟你讲事实没有那么单纯 特别是当然是运用这个简朴在这个现场 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投票倒数 那这场会谈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功能在哪里 做了些什么 大谈台湾到底谈了什么 而且是90分钟 90分钟可以谈很多事 很多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方的声明稿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 第一段第二段他讲了很多 我们抓两个很重要的 第一段就讲宗旨 这段会谈落实了两国元首 之前的拜习会 会晤重要的共事实际的举措 对推动两军关系重回健康 就之前裴洛西来之后不太健康 切断了很多的沟通管道 所以要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先肯定 但是后来 讲着讲着你看到重点来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 责任不在中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方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 有没有听着听着还是有些火气 中方的新闻稿讲说 双方认为两军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事 还是要维护地区的安全跟稳定 保持公通接触超级重要 魏凤和大陆国防部长特别强调 来了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习近平把这个红线画了又画 画了再画 这个魏凤和也是一样 这个拿出来第一条讲 如果违反这个其他没得谈 那美方的这个发言人 美方也在后面提出了一些声明 当然了 这个符合美国的这个政治利益 还有当然也要对他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势力 做出一些交代 就认为解放军机在印太地区表示出 增加意外风险越来越危险的行为 提出关切 还是有谴责中方的意味 同时讨论降低战略风险 跟提高行动安全的实质对话的重要性 降低风险很重要 提高行动安全很重要 重申华府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呼吁中方避免对台湾 进一步破坏稳定行动 再次重申立场 又说除此之外 还讨论到核武的问题 俄乌战争等等 我先请教一下 左老师你怎么看 当然了 都说这个习败会 白败会破冰 那破冰之后我们看到双方有很多的对接 这是其中的一个 但有这么乐观吗 在破冰之后 这个双方对接之后 台海的风险 台海战争的风险会降低吗 您觉得这场会面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这场会面本身 当会面发生就已经达成了它的功能 就是通过会面来降低紧张的气氛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 双方达成的实质成果还看不到 因为在这个上一次 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大陆方面取消了 两军之间的三个重要的沟通管道 一个是海上军事安全的磋商机制 一个是国防两军的所谓的工作会晤 还有另外一个是所谓战区领导的会晤 这三个沟通管道在上一次取消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宣布要恢复 但是这一次的意义是在于 除了降低紧张之外 双方也拿出了一些共识 这个共识当然除了双方都重申 对一个中国的一个立场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双方都强调 继续的沟通对话是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虽然过去的沟通管道 目前还没有宣布要恢复 但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要加强沟通 那你看美方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之后 所发布的新闻稿 还特别提到了北韩问题 双方已经很久没有谈这个事情了 那在什么情况下美方会提出来 当然是他觉得双方的气氛还不错 所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提出来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除了谈台湾 就是谈俄乌 现在还进一步谈到了北韩 觉得他认为双方的气氛已经到了 可以再多谈一点事情 但是目前都没有看到成果 但我想追问一下这个卓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在6月10号的时候 两人其实也碰过面 当时还是谈台湾了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时间点是 裴洛西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 那最后裴洛西在8月来的时候 整个情绪又大反转 就切断了很多沟通的管道 但是6月10号的这一次的话 好像讲得比这次硬很多 有没有 这个Austin说 北京越发具有侵略性 这句话说实话就蛮呛的 那魏凤和说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 就两方的谈话 当然对比这一次感觉上是强度大很多 当然在裴洛西来之后 双方基本上就已经不太讲话 不太沟通了 但是我要问你 就是不管是6月的这一次 还有这次这一次 都不断地讲到台湾问题 大谈台湾问题 在90分钟当中 我就不知道谈台湾问题 谈了多少的时间 但篇幅一定不算小 那美国呢 当然也是台湾牌很好用 在它的工具箱里面 台湾牌永远是最好用的一个 双方虽然恢复了沟通 虽然有一定的某种的一些共识 什么稳定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这会让美方 比较不打台湾牌吗 还是说不会 它一方面照打台湾牌 二方面这个沟通的机制 只是避免最后 擦枪走火的一个发生 我觉得美国会有一些改变的地方 主要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电视墙上 已经讲到的军舰通过台海 它的做法上就会有一些变化 过去它是通过之后就发布新闻 大张旗鼓的告诉你 我这么做 现在是低调的做 两个礼拜以后 悄悄的发布了一个新闻 对 11月5号通过 因为11月14号是这个拜席会 对 所以为了可能是营造一些气氛 不要破坏 所以忍到现在才讲 对 当然这样子的通过 有没有跟大陆先打过招呼 我觉得这个是更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二个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台湾政策法 到底台湾政策法会不会继续推 台湾政策法里头哪些内容会最后进入到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毕竟现在民主党还在国会在众议院居有多数 所以在最后这个本届国会最后的时间 它会怎么去进行 这是另外一个 中共在看美国会不会打台湾牌的一个指标 第三个就是对台军售 我想大概就这个三个方面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看到这次会谈的结果 就是他延续了拜登在上一次 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所谈的 大陆并没有要马上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跟上一次拜习会之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断地讲说 大陆可能会很快就要采取行动 会比想象的还要快 那个调性已经现在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只是说会面本身 而且会面之后所发出来的讯息 都要不断地让这个区域降温 那如果美方也认为大陆没有急着 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那美国采取的作为应该也要有所不同 好这个我因为待会还有一课要给大家看 所以我让韩兵这个简短好不好 两分钟谈一下 你觉得这次双方建立起这个沟通机制之后 台海的紧张情势真的会降温吗 你觉得呢 当然有沟通总是件好事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新闻 习近平在这个拜习会之前 还派了这个智囊团密会华尔街的老朋友 这位美国的保险业大亨 他是共和党的金主 那北京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等等 当然了 双方有各式各样的沟通管道 商务的啦 军事的各方面 这是件好事 但他会让美国比较克制去打台湾牌吗 台海会降温吗 我觉得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其实之前双方剑拔弩张道 几乎是一处激发这种地方 因为中国大陆基本上把跟美国之间的 所有联系几乎全部都断绝掉 那这一次魏凤和跟奥斯汀的见面 其实我们比较大的期望是 他们是不是可以渐渐的把过去断掉 这些联系建构起来 因为如果不建构起来的话 两个核武大国之间 彼此完全没有任何联系 这是极度危险的一个状态 只要一个误判 就可能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他们双方都彼此警觉到 双方如果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话 对彼此对整个人类都是非常危险 所以他们现在慢慢重新开始接触 那集团体稍微缓和一点 那实际上集团体的缓和也是因为 就是之前这个 AIG的这个前执行长 还有他们在纽约 跟习近平的代表团 大家会前会协商了之后 才勉强取得一个最底线的基本共识 那实际上集团体你也看得出来 他们本身并没有达成什么 看起来值得一提的协议 其实就是一个布林肯去北京 那布林肯去北京意思就是说 目前双方其实还是没有什么共识 要等到布林肯去北京之后再谈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美现在只是 彼此都知道自己过去冲过头了 所以现在在降温中 但这个降温会不会因为一些形势的变化 又重新让冲突再起 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他们继续冷静 继续冷静教育 因为如果再有一两次的这样冲突起来 我个人觉得台湾是会非常危险的 因为美国不会忘记打台湾这张牌 我认为在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之内都不会忘记这件事 对中美台三方是联动的 中美关系越好 我们台湾越安全 反之 关系越差 台湾就越危险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如果您看完 因为你一定要学习 你还不合到 短靓当的 暗靓 是的 黄靓 暗靓 已经 病毒